看到今天中国时报的头版新闻 在历经的734天的积压 陈水扁因为龙潭案 还有买官案三审定验 在昨天下午一点的时候 在重重的这个重重锦地借户之下 以往的台北监狱服刑 陈水扁成为了我国首位因为贪污案入监的卸任总统 也从北索1.86平的总统府 转移到北监的双人房 代号是从2185改为是1020 而陈水扁移间到台北监狱 对辖区的土生分局跟台北看守所 可以说是放下了心中一块大石头 有不少的远景跟索方人员 纷纷说他们终于解脱了 史上头一遭前总统陈水扁入监服刑 12月2号下午一点钟 从看守所一间 只见他走出看守所 戴着眼镜梳着西装头 穿着他自备的白色短Polo衫 穿着卡其色背心 露出五分扣 以及黑黑的袜子蓝牌脱 表情微笑 似乎很坦然 不过身材好像发福了 临上车前 陈水扁转身向法警 一一握手道别 好像已经有了交情 只是陈水扁移间竟然有特别待遇 全程没有上手铐 后头一名法警全程路易 似乎担心又被陈水扁指控被法警殴打 拍摄搜证 第一次前元首入肩服刑 北索移间警方大阵仗 出动法警戒备 原警带着警棍 霹雳小组也在四周警戒 下午1点08分 求车缓缓开出看守所 前往北间出发 前后都有警车借户 两台在前引导 两台在后压车 准备收监的台北监狱 更是在四周驾起巨马流龙 四周警力全区部署 下午1点38分 陈水扁到了台北监狱 从此以后 他的名字就是编号1020 中文新闻台北赵报道